巴塔格尼亚冰原位于南美大陆南端 巴塔格尼亚高原西侧的安地斯山脉中 总面积约17000平方公里 是南半球除了南极冰盖外最大的冰原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在过去十年中智力平均气温逐年升高 巴塔格尼亚冰原上的冰川消融速度显著加快 为了了解巴塔格尼亚冰原消融的真实情况 我们来到了智力最南端的大陆城市 彭塔阿列纳斯 从这里出发去探访南巴塔格尼亚地区 消融情况较为严重的几座冰川 同时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冰川管理部门 智力国家水务局在彭塔阿列纳斯的办公室 通过他们所掌握的数据来看看近些年来 巴塔格尼亚地区冰川的变化 根据智力国家水务局的最新数据 截至2022年 智力境内共有26169座冰川 涵盖面积210012.2平方公里 对比2014年的统计数据 2022年智力冰川的面积减少了8% 绝大多数冰川融化都发生在冰层底部 直接汇入海洋或支流 为了直观地观测并记录冰川融化的过程 我们咨询了多位冰川学家 最终决定进入智力南部 百内国家公园的法国山谷冰川去了解情况 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观测点就可以看到 不远处的冰川就正在消融着 虽然现在是8月是南半球的冬季 但我们可以看到冰川融水就从这个山谷上缓缓地流淌下来 甚至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瀑布 想象一下如果是夏季的话 冰川融水的景象将更加的震撼 在这片寂静的山谷里 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破冰的气泡声和水流声 也就是冰川消融的声音 罗伯特是当地一名资深导游 从2018年开始在百内国家公园工作 每天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冰川的壮丽景观 他认为人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冰川的消融 近年来 百内国家公园已经发生过多起由游客引起的森林火灾 烧毁了超过17606公顷的林地 就在记者拍摄法国山谷冰川的当天 山谷里传来了一声巨响 山顶上一大块雪体崩塌了 百年山谷巴正来自首次この 山谷期也经历了 梁崑奥 南日 谢谢大家